公投法的一个精神 其实他在这点上 他也没有说错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侯友宜他其实 他爸爸是在那个 嘉义铺子吧 就是卖猪肉的 所以其实他在反萊猪的 这件事情上面 从头到尾他态度很清楚 他就是反对萊猪的 那我觉得除了这一点 这一点他可以讲 非常明白之外 其他的部分 其实他的立场也是 没有说反对 就全部都是同意的嘛 所以我认为说 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核四 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 摊开来讲 那事实上我认为 以我们的主席来讲 他过去也当过 桃圆县的县长 他也当过这个 新北市的市长 所以他也能够去体会 其实做地方父母观 也有一些难处 那也有一些要对 我们地方的这些人民 做交代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现在看起来 就是我们千万不要 去落入了 其实民进党在 这一场公投当中 就是不断的要去操作 蓝绿去操作这个政党 所以我觉得现在 他们是见缝插针 意味非常的大 那我觉得当务之急 其实我们就是应该团结 在一二一八的时候 共同投下四个同意票 就是才是当务之急 其实委员讲得很好 委员说他对美猪就有表态 那既然对美猪可以表态 对核四当然可以表态 尤其他是新北市的大家长 这本来就是在地的议题 包含你们也认为说 三街应该牵你到台北港 牵到巴黎 其实那也会很大程度 影响未来我们的这些规划 其实这个我回应一下 其实侯友宜其实一路走来 他都是这样子 其实我想你作为这个议员 你也知道 其实侯友宜对于新北的市政 对于新北人民的这个需求 他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 从他当选的第一位 他是没有改变过的 这个是这个不用去怀疑他的 你们监督他那么久都是这样 所以其实他在态度上面来讲 他不是说到今天到遇到 公投的事情才去做改变 所以他今天把这个公投 交给这民众去决定 那我觉得他也没有错 不是觉得他会让新北一些民众失望 就是说他的问题是 他的问题是他可以不表态 他你就问我 我觉得他最好是表态 因为你做一个新北市场 大家都期待很高 最好表态 你不表态也可以 也不是说一定要表态 你就不表态就是 剩下三天就过了 但你昨天不能开写那个签字文 1400多个字 所以我今天跟记者讲 我说他是狗 不知道哪个狗头军事给他想出来 这个大观一定要注意 大观旁边才能威胁 他为了 各位其主你知道吗 为了保护他的主人 常常不知道这个保护过头了 譬如说侯友宜说 这个公投不是圈圈叉叉 讲的没错 但是如果从国民党的角度 谁把他变成圈圈叉叉 当然是民进党 是蔡英文说要政党对决 本来是一个可以讨论 而且四个案子 只有两个是国民党的 两个也不是嘛 对不对 那你变成政党对决以后 就很麻烦了 当民进党喊出四个不同意的时候 国民党怎么办 国民党说两个同意 两个不同意 国民党只好喊出四个同意 这没有办法的 所以李彦秋昨天讲说 现在已经没有 不是内容的问题 他就是一个立场的问题 那怎么办呢 那当然这是民进党厉害 他就是要把他造成这样的结果 好 那为什么我讲 他不应该发表这个签字文 他的签字文 他把蓝绿都骂了 就是我是理性的 理智的 那你们都是圈圈叉叉叉 你们都是不理智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对不对 那万美林昨天晚上在桃园办一场这个那么多人去参加 那不是白做工吗 陈宇现在台南跟谢龙介办了个活动 不是白做工吗 我昨天晚上到桃园 今天在新北站台 明天要到苗栗 后天上午在台南 后天下午到高雄 那我在干什么呢 我在干什么 所以你可以侯友仪可以有理智都没问题 但是你不要去骂 把蓝绿都骂了 这点我很不满意 我讲实话 你都骂了嘛 我们都是不理性的 都是只是圈圈叉叉 那你至少骂骂民进党 你从你做一个新北市长 来英最大的之后 要指着民进党 谁造成这样的结果 是民进党 你不能都打五十大板 来英会很伤心 觉得搞乱 怎么变成我们弄了半天 那你要知道 这是我 因为我过去二十年 我没有参加国民党活动 这次的确 我看到朱立伦也很努力 早上晚上跑 各个立委都很努力 议员都很努力 到市场到街头 在街头宣讲 站宣传 真的很努力 而且都没有补助 而且都没钱 没资源 当大家都这样辛苦的时候 你侯友仪最多就不讲话 发表一个签字文 然后把这些人都骂一顿 所以我讲说 我想这也不是侯友仪 真的那个狗头军是要打屁股 那狗头军应该fire掉 这样下去会继续害猴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聊天